欢迎点击此处订阅Net简报 我们将在每个工作日发送最新内容至您的邮箱 据人权组织称 中国北部数千名蒙古族人聚集在学校外面抗议一项新政策 该政策将减少使用他们的民族语言教学 而是更多的使用汉语 这是该边境地区大规模布满情绪的一次罕见表现 上周晚些时候开始的示威活动 主要针对的是今年夏天宣布的一项教育政策 该政策要求 在内蒙古地区的中小学用汉语逐渐取代蒙族语 作为三门课程的教学语言 对于许多蒙古族人来说 他们把语言视为极主和文化身份的最后一个残存标记 这项政策走过头了 我们蒙古族也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民族 有两个孩子的母亲 39岁的达古拉 戴格拉在自己位于那蒙古心灵浩特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如果我们接受汉语 我们蒙古语就慢慢就消亡了 社交媒体网站上发着抗议图片显示 成群的家长和学生和平地聚集在学校外唱歌 喊口号 当局在一旁观望 在一段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女子 阴夜夜地翻着教科书 批评理念缺少蒙古语的内容 在另一段视频中穿着蓝白相见校服的学生高谈 蒙古语是我们的母语 我们司业是蒙古族人 带有很多签名和红色手艺的情愿书的照片 也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结束周一下午 许多贴族已从中国社交媒体网站上消失 可能是被审查人员删除了 根据新政策 教科书也将主要使用证图片写并批准的汉语教材 这是近年来政府为将学校课程标准化 而进行得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虽然新政策称仍向学生教授蒙古语 但在许多学校 蒙古语作为教学语言的作用将会实际上被削弱 周一上午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发表声明 承诺将教学语言的改革 仅限于语文政治和历史这三门课 试图以此打消家长们的疑虑 教育厅称 其他所有使用蒙古语和朝鲜语 该地区另一种少数民族语言 教学的教材 教学手段和课时都将保持不变 教育厅说 现有的双语教育体系并没有改变 尽管如此 达古拉和许多蒙古族人一样 他只有一个名字 周一下午说 一些家长打算在本周的新学期开始时 服送孩子去上学 以此来抗议这项政策 他将加入到这些家长的行列里去 他说 尽管最近当地官员打电话 并上门敦促家长送孩子去上学 他不顾当地政府的劝语 还是绝对要这样做 蒙古左首都朱兰巴托的一名抗议者 批评中国的这项政策 一直推行的政策 你打开电视都是汉语 甚至动画片 他说孩子们不担心学不成汉语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几十年来一直推行的政策从事将少数民族 尤其是藏族和维吾尔族 至于政治控制之下同时赋予他们一定程度的自治权 保护自己的语言文化 但自从习近平2012年成为中共领导人以来 中共加大了将许多少数民族融入汉族文化的努力 汉族占中国人口的91%以上 当局说这种政策让少数民族更容易融入汉族主流 对少数民族有利 一些少数民族家党对汉语教学表示欢迎 他们认为这有助于他们的孩子参与大学教育和就业的竞争 但新政策也引发了焦虑和恐惧 一些人认为这些措施很快会抹去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身份 活动也是说 最近的示威活动是内蒙古自201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2011年 两名蒙古族人被汉族司机杀死的案件 曾在这片广茂的边境地区引发了抗疫活动 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被摧毁 位于纽约的流亡组织蒙古人权信息中心 Sudern Mongolia Newman Street HTS Information Center 主任恩和巴图恩和图的根仇说 剩下的就只有蒙古语了 这是蒙古身份剩下来的唯一标志 这就是为什么蒙古族人站出来抗疫这些政策的原因 恩和巴图说 几名抗疫者遭到当局殴打并被带走 抵制政府关于教育和语言的政策可能会有风险 当局认为这些是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领域 2018年 倡导保护母女的藏族商人扎西文色 Tashi Lam Chook 在法院以她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提供的内容 为依据对她进行了有争议的审判后 被判处五年图形 中共也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偏远西部新疆地区 加强了汉语教学 教育只是新疆地区近年来大规模镇压行动的一部分 已有多达100万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 在这场行动中被关进区进营 在新疆的学校里 汉语正在取代维吾尔语 一种突厥语气的语言 成为主要的教学语言 新疆的大多数中小学生现在接受汉语教学 而三年前的汉语教学覆盖率只有38% 新疆和田郊外语处被认为是关押 新疆的老师 修学师